杨佑宁米重变异歌 被郭彩杰阿罗得 大家都我觉得不要 因为大家最近已经听了 没有我们就很聪明的 没关系因为我相信你们 我在访问这段你们会直接卡一段 我唱的进来 哇你真的好懂懂新闻要什么 我会挂下情好听 宗破塞让大家见识到杨佑宁的歌声 叹息感 被窥无音不全的他 其实一直怀着歌手梦 我真的很希望自己是一个rock star 主唱间吉他就是帅哥的那种 要搞笑吗 不搞笑的 你为什么会见我讲话来到你搞笑的 别看到这样 嘻嘻哈哈 他今年虽然主演两部播片 升格亿万票榜男星 但其实他的心图没想象中顺遂 快不知道该做什么 他2000年出道04年首部电影 17岁天空就拿下金马奖 最佳新演员的肯定 之后却走向低潮 后来就当兵了 退伍的第一个工作是一个手表的活动 突然很不习惯面对媒体 然后很不习惯面对人 很紧张 那时候超级紧张 刘派 我觉得我大概花了两年 然后结果才唤醒大家的经历 对 对 传的是他当兵期间存了六万里费 没想到 我爸就跟你说 那个最近有一只股票还不错 花了六万块买了一只股票 后来 赔掉了 赔掉了 不只没钱 演艺工作也卡关 他的生活因此百烂 那个时候有一个公司 然后他那公司呢 每个月会给我 一笔类似薪水的钱 差不多啦 某部分也是造成我比较懒散 每天晚上很乱 嗯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夜夜生活 那时候常常跟朋友就是喝酒 喝到早 凌晨四五点这样 常常这样 每个礼拜都 每个礼拜都要 都要这样 我后来 看到了一个 蛮本的经纪人 我的个性可能是比较需要 贝比的 他就是看了我 就是你 很胖 就是羞恥心嘛 你怎么换衣服的时候 衣服脱起来 他可能就会看 嗯 什么东西啊 也因为有毒蛇经纪人刺激 他终于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本来接戏的尺度有射线吗 全裸可以吗 我全裸过啊其实 背部 对啊 有必要吗 我希望我每一部电影都可以带我阿嬷进去看 譬如说 在戏里面有一些吻戏还是什么之类的 他都会回来说 你真的把他吹下去 既然长到女朋友这个关键字当然要继续follow下去 先回顾一下博彩节之前是怎么说的 我吵架的时候 我不是那种会摔东西的人 或是 但是我是那种 就是冷的像鬼这样 但是有时候就会遇到那种 一直要逼你沟通的人 逼你 那对于有些人来说两个小子还是 他还是觉得很久 所以来听又又怎么说 我尽量都在当店接受 会问啊 比如说怎么吃醋了啊 吃什么醋啊 我没办法让他就是 就是隔天就好这样 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问出来 然后安抚好这样 你要看到他ok了 对对对 所以你会先提醒 女生不会接受男生 只是说一个对不起 对不起完后 女生就要回过来说 那你在对不起什么 那你很了啊 哈哈哈哈 你就要说 哦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呢 所以好 对不起 好 哦 顾六 噢 看见不下去啦 又又到底有没有man的一面啊 帮自己平板一下吧 我觉得我做菜蛮免的 你自己认为我厨艺都没有做 很难比我好 料理医师 我觉得我还是 人体Google Googleman